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來玩趣味蓋房挑戰 那我們這次要來玩什麼呢 我們今天來玩個隨機顏色蓋房吧 怎麼樣 聽起來也超有趣的吧 那我這次我們房子的空殼 我蓋了這個樣子 這個是一個比較鄉村風格的房屋 因為我想說我平常都喜歡蓋那種現代風格的房屋 所以這次我們來換個口味 我們來一間比較鄉村風格的房屋 雖然說我不知道 彩色的鄉村風格房屋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好 那這個是我們房子的空殼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外觀長這個樣子 從這裡 大門口進去之後 這都會是我的岩廊 然後進來 那這隻房子沒有蓋太大 這個地方算是我們的客廳 接我們的玄關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廚房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餐廳 然後再來這是我們的樓梯間 一樓的廁所 還有一樓的臥室 其實原本我想說廚房跟這個餐廳要不要隔開 原本我在考慮 可是後來想說我隔開好了 因為隔開的話我們才能夠蓋就是 每個房間隨機一個顏色嘛 就是我們這次的趣味蓋房挑戰的主題 然後再來我們走向樓梯到二樓之後 二樓有一個臥室 那這個臥室它的廁所大概這樣 這個是這個房子的格局 那我們這個挑戰的規則就是 我們在布置家的時候不是有這個物品的選單嗎 那物品的選單它這邊其實有分類的 有分類不同顏色 有這個紅色啊 粉紅色 然後橘色 黃色 綠色 藍色這些 那我把這些全部顏色都放到我們的轉盤裡面了 所以我們就每個房間隨機轉個顏色 那那個房間 我們就只用那個顏色的道具來布置 盡量啦盡量 除非說要缺少的很必要道具 要不然我們只用這個顏色的道具來布置 怎麼樣 我們來試一下吧 感覺會蓋出一些很夢幻繽紛的 彩色屋嗎 我比較會夢幻耶 至少會很繽紛啦 可能會很好笑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看這種趣味蓋房挑戰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讓我開心一整天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好 那我們第一個 現在決定就是房子的外部 要什麼顏色好了 外部顏色超級重要的 究竟 我們會選到什麼顏色呢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轉盤上面 有全部剛看到那個篩水顏色 我把它全部放上來了 那我們就來吧 要來囉 緊張刺激 刺激緊張 就是我們第一個 房子的外部 會想要什麼顏色呢 來吧 來吧 選什麼顏色 喔 淺棕色還滿正常的耶 嚇我一跳 我剛剛一度以為它要紅色或橘色了 欸 淺棕色很正常耶 對不對 又是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啊 好來囉 那我房子外部 就來蓋一蓋淺棕色吧 真的超正常的 好來囉 那我原本這個窗戶門啊 我先大概選了一下 我們看有辦法換成淺棕色好了 這樣嗎 這個算嗎 這樣應該算淺棕色吧 對吧 這個顏色 然後這個 都把它換成淺棕色 然後我們的煙囪也是換成淺棕色的 這個應該算淺棕色吧 是吧 然後我們的這個樓梯也是 我換一下喔 我看有沒有淺棕色樓梯 這樣嗎 這個算淺咖啡色吧 有一點 然後這個柱子剛剛好不用換了 本來就淺棕色 這個圍藍呢 有嗎 有 太好了 圍藍全部換成這個顏色 雖然說這個顏色跟白色長得好像啊 我快要看不出差別了 然後這個横梯也是全部換成淺棕色的 好 屋頂用什麼顏色 我們看一下喔 有什麼適合的 來一個茅草屋嗎 這樣嗎 目前看來如果說要這種磚瓦的屋頂 只有這個是 這是橘色吧 這不算淺棕色吧 對吧 這感覺像橘色耶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偏橘色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偏棕色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淺棕色的定義應該是這種 就是有點米色的感覺吧 卡吉色的感覺 對啊 這感覺也偏橘色啊 這個屋頂 所以我們今天只有茅草屋 茅草屋頂 天啊 我看一下 對啊 這是橘色 好 那我們先用這個屋頂好囉 這感覺看起來蠻好看的耶 我覺得OK啊 不會看得很奇怪對不對 這個顏色它真的是淺棕色 好 那我們再來看地基 地基的話 這個顏色算淺棕色嗎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 如果說我們廣義來看的話算吧 就是我們遠看的話 我覺得好像淺棕色耶 是吧 雖然說它要混合一點藍色 還叫這個 我比較喜歡這石頭的耶 啊 還叫這個 好 這個好了 這個是真的淺棕色了 我們用這個好了 好 然後再來我們的外場呢 我們外場直接來篩選囉 篩選淺棕色 然後看到什麼選擇 其實選擇還蠻多的耶 是不是 還蠻多的 要來個這個嗎 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對啊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看的 是吧 有點像春風 還蠻適合這家的 然後再來這邊我想來個木頭的相伴 要用這個嗎 好像OK 好 我們用這個 好 這樣就是我們外場 還蠻好看的耶 我們還轉這個房子了 除了說茅草屋頂比較樸實之外 好 那我們再來看我們的那個地板 我們的門口地板用什麼 我突然想到啊 原本門口我想做造景了 所以說造景我們要淺棕色嗎 還是我們造景另外骰個顏色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們另外骰個顏色好了 好 我們先來看門口的這個地板 地板一樣 我們篩選淺棕色地板 喔 選擇超多的 都是木頭地板 太棒了 對啊 像這種地毯它也算淺棕色耶 所以剛剛那個石頭那個地基 其實我覺得它會被歸類為淺棕色 突然想用了 看一下 對吧 它被歸類為淺棕色耶 不是我亂講的 我們要換嗎 雖然說感覺啦 這個地基也蠻好看的 對啊 算了不換了 是吧 不是我亂講的 還叫這個 這個也蠻好看的耶 算了 我喜歡原本這個 我們用這個地板好了 關門口 還蠻好看的 這樣看一下 是吧 我覺得這房子的外貫我還蠻喜歡的耶 真的蠻喜歡的 好 來吧 我們來曬一下我們的造景 我們周圍的植物造景 要有什麼顏色 我們試一下 那我們開始轉囉 開始轉囉 又來囉 來吧 我們的植物造景 究竟 什麼顏色呢 橘色 我們差點就閃到 綠色了 橘色的植物有什麼啊 我們這房子的外部好橘喔 又橘又黃 怎麼回事啊 對啊 橘色我們有什麼植物啊 天啊 我們看一下喔 橘色的 還真的有耶 真的有耶 不錯不錯 好太好了 我們可以放一棵樹喔 我要哭了 這樹超美的 豐樹 哇 給放個瘋狂木耶 欸 這好美喔 是不是 還蠻適合這個渣的耶 好 我們這棵樹放 放後面好了 太大了 放這樣 是吧 欸 我蠻喜歡的 然後前面放個這個蜂樹 我們還有兩種顏色可以選 兩種的被歸類為橘色 系統你色盲嗎 好 沒有啦 因為這上面有一點點 橘色跑出來嘛 這樣就算橘色了 對 但這個真的是橘色了 好吧 不過既然系統認為它是橘色 我們就想它是橘色好了 所以我們來一棵這個 然後這個放在 這裡嗎 好 那這邊我們還可以來一棵小的 這樣 然後門口有沒有樹蟲呢 有沒有小的樹蟲 有這個耶 鴛尾花 太棒了 這個超美的 我喜歡 這什麼 什麼東西 土木香方形 這橘色嗎 我覺得它像紅色耶 沒關係 好 我們可以用 喔對 好 這個 這個將它瞬間變成海盜 這個呢 這什麼 極 什麼東西 火山熔煙花 還有這個 這個超美的 這邊可以放一下 喔對 還有這一棵 這一棵好漂亮喔 突然覺得橘色的植物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們這裡稍微加點鹿好了 那我們的鹿一樣用 淺棕色的喔 這個應該算淺棕色吧 是吧 好 這樣 繼續我們的植物布置 我們有石頭耶 OK 放石頭耶 這好橘啊 橘它不行 突然覺得這個家很適合 就現在什麼沙漠啊那類的 超橘的 這邊放一點這個植物 這個植物超美的 放過來 然後再來一點這個 這樣 這邊來一盆這個嗎 來一樹這個 好像可以 啊 好想要放綠色植物喔 我覺得顏色有點多了 真的有點橘啊 這顆不要好了 這顆不太搭 這個是唯一 看起來比較綠色一點的 然後被歸裂為橘色的 這個我們稍微放一下好了 好 這樣放一排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是吧 然後這裡這個石頭也很奇怪啊 這什麼 茂密草叢 這可以用耶 這個放這樣 然後這裡 火山熔岩花放一顆 對啊 這樣看這房子造景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裡再放點東西好了 來放一個 這個嗎 驕傲的三色景 喔 這個也是橘色啊 系統的古藍色嘛 這明明就黃色 喔 沒關係 這還蠻適合的 然後後面這裡也不要忘記了 後面這裡也給它來點搭配 然後來一顆 驕傲的這個三色景 再來一個這個 好 還蠻好看的 這邊還疑問了一小出 哼 好吧 我們家的外部造景 暫時這個樣子好了 我們只有桑架 好 我們再加 欸 還蠻好看的耶 我喜歡這個家啊 我喜歡 而且剛好就有這個機會 讓我用了一些平常 我很少用到的東西 像這些花有沒有 我平常其實比較少用到的 所以這個機會用一下我覺得很好玩耶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信箱換一個好了 我看一下喔 信箱有什麼是純棕色的 我已經筛選了 要哪個 這個家風格感覺適合這種的 對吧 這種感覺比較適合 還是要尖織的 系統說這個是純棕色 我覺得它的純棕色成分好少啊 我覺得不太對吧 好 我們用這個好了 這感覺比較棕色 我們信箱放在這裡好了 好 然後再來我們再來放一個 喔對 戶外垃圾桶 戶外垃圾桶用這個好了 這個我們暫時放在後面 放這裡 然後我們再下我們的這個 走廊 這個小炎廊 我們放一點戶外的椅子 喔對 我們還有這個風鈴可以用耶 這個風鈴全部都是淺棕色 真的假的 它們你看起來就不太淺棕色 我看一下喔 好啦 這個勉強嗎 勉強還算棕色對吧 這感覺是 欸 藍色啊 我覺得這個篩水有點太 太寬了 應該要嚴格一點 對吧 好 沒關係 我們放個這個風鈴 放在門口 好 再來放一個 還有什麼 有什麼戶外椅適合的 我們可以放個這個 這個戶外的大廈方 感覺還不錯啊 放在這裡 戶外的休息地方 還有沒有什麼桌子 好 這個 這個還不錯 這也是蠻米色的吧 米色棕色這種感覺 有盆栽是淺棕色的嗎 喔 有耶 超多耶 真的不少耶 對啊 它的分類真的是太廣義了 好 沒關係 好 我們放一盆這個 放在這裡 剛剛好 然後再來放一個 這個怎麼樣 這個好像也蠻適合的 有點呼應我們這個戶外的橘色食物 然後門上面給放一個花圈 還蠻好看 我覺得我們可以放個這個盆栽掛炸 來放一個 這個都是棕色啊 好 我們用這個啦 這個顏色比較接近棕色 對 比較 好 然後這裡有感覺還吹盆植物 用這個嗎 喔 這個還蠻適合的 好 我們用這個 然後再來這邊 我剛剛需要放戶外燈嘛 需要放一個蠟燭 對 好 看有什麼適合的 戶外燈 我們殘壁上給放這個燈耶 這個燈感覺很適合這個雜 好 放這樣 沒關係 燈我們等一下再放喔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補起來 這個顏色應該比較像淺棕色吧 比較像一點 然後來一個地毯 喔 地毯我選擇超多 2X真的是淺棕色了 沒有騙我們了 剛剛我都懷疑這系統在騙我們啊 我們用這個還蠻適合的 喔 這裡是淺棕色啊 不對吧 這個才是淺棕色吧 我先覺得它分類有點怪怪的 分類不太能相信的感覺啊 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這個 對啊 這個才是淺棕色吧 有想被系統騙的感覺 對啊 這個才是淺棕色吧 我怎麼感覺我淺棕色的定義跟系統不太一樣 還是其實是我的顏色感官有問題 沒關係 我們桌上再來放一盆 喔 我們還有這個耶 對對對 我太想到 我們可以放一個這個花 我們可以放這個 怎麼樣 我覺得很可愛喔 蠻好看的 然後這裡給放一盆 好看 這樣好看嗎 還不錯喔 蠻可愛的 然後這裡給放一盆 是吧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可是我感覺如果要放這個的話 那這一盆就不合適了 這一盆我們就 就不要了 我想要放個綠色植物 好 門口我們放這個好了 這樣 欸還不錯耶 我蠻喜歡這個家的 綠意盎然啊 好 那我們戶外燈放一下喔 戶外燈 這裡來一個好了 然後 這裡來一個 好漂亮喔 我超喜歡的 然後感覺我們的小花園 可以放一點東西耶 有什麼燈 適合放在我們小花園的 嗯 好 我們現在選喔 前中色 雖然說感覺系統不是很準 可是我們還是稍微相信它好了 喔 這樣子 然後這裡 來個兩盞 我們這個房子的外部 布置完畢了 怎麼樣 我覺得我蠻喜歡的耶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來繼續 那喜歡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